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倒叫我死 那戒命本来就是活的戒命 反倒叫我死 因为最称的机会 就借着戒命给你我 并且杀了我 我去守戒命 那么罪可以借着戒命来杀我 罪不直接杀我 因为罪呢 那掌权者是什么 戒命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罪本身自己没有定罪的权势 他借着戒命来杀人 我违背了 不可贪心这条戒命 只有戒命出来才能把我杀死 罪本身若没有律法 那罪就死了 对不对 那戒命就死了 没有律法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没有律法的 罪呢 它就失去了效率了 杀人的效率就没有了 他就不能杀人 所以他就死了 律法没有了 罪自然就死了 是不是啊 就不能杀人了 所以呢 当戒命一来到 罪就发挥了他的权势 罪怎么发挥 罪可以借着戒命来杀人 你要守戒命 你就等于 叫罪借着戒命来杀你 不是救你是杀你 如果戒命能救人 能传言叫人得胜的律法 义承然守护律法 但义不守护律法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 由律法可先知为证 律法可先知的在证明这件事 我的人还要回到戒命中间 去靠守戒命 甚至安息日会说 我们靠恩守律 我们靠着圣灵守戒命 守道德律 你不用守 你只要迎合着这条件 你不用去守 你只要没有律法 罪自然就死了 听明白吗 罪就不发动了 罪不发动就是死了 你一守戒命 那罪就活了 我就死了 你信不信主说的话 所以今天这个道 你必须认真听 因为这是你的道 是你当得的份 在你有生之年 就是在你还在地上 心肠还跳动的时候 上帝给你的份 就每个人都有资格 把你道得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很关键 如果我不守戒命 那么罪就死了 行不行 上帝告诉你 就要罪死 行不行 好 咱们看 约翰福音第九章 约翰福音第九章 找到没有 约翰福音第九章 我们从三十九节开始看 耶稣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就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 听见这话 就说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如果瞎了眼 就没有罪了 就涉及到罪的问题了 是不是 涉及到罪的问题 耶稣先瞎眼 分别善恶果子 可以把亚当的肉眼给开了 分别善恶果 那我可以把亚当的肉眼给开了 耶稣说你必须叫这个眼睛 哪个眼睛肉眼瞎 哪个眼睛肉眼瞎 亚当吃了分别三个树果子 肉眼开了 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他们明亮之后看见的是什么 看见什么 吃神肉体了 看见谁吃神肉体 自己和对方吃神肉体都能看着 那么你在律法下你就知罪 你的肉眼就是开的 能看见什么 看见别人犯罪 也看见你自己犯罪 律法就起到最后叫人知罪 什么知罪啊 律法这功用是什么 就是叫人知罪的 当我去守律法 我马上知道什么叫罪了 我不但知道我自己有罪 才知道别人有罪 对不对 耶稣今天说 你必须把你那个三个眼 老亚当给你留那三个眼 给他瞎了 是不是说瞎了 耶稣说这话 你们的眼睛说瞎了 是不是啊 眼睛说瞎了就怎么样 你有没有罪就看你眼睛瞎了 哪个眼睛瞎了 肉眼瞎了 有罪没有罪用什么瞎了 有什么瞎了 眼睛 哪个眼睛开了 你是心灵的眼睛被照明了 还是肉眼开了 我把这格上 我们看一幅所书 第一章 第十八节 以无所书 第一章十八节 刚才那条格上 一会咱们回头再喊这场 耶稣为什么说了这句话 那么在创始地底 亚当对肉眼开了 因此罪个随之他眼睛开了就出现了 罪就出现了 耶稣在这里就直接说 眼瞎了罪就没了 眼开了罪就有了 对不对 对的 你看到 创始期老亚当 那眼睛肉眼一开 眼睛明亮了 看见了罪了 看见善恶了 是不是 看见羞耻了 看见吃吃肉体了 耶稣在这里马上说 你们的眼睛瞎了 就没有罪了 怎么样才没罪 眼睛瞎了 哪个眼睛瞎了 肉眼瞎 必须得瞎 不像你天天看到有罪了 你就有罪了 对不对 我们看第一章 第十八节 知道的吗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赵有何等的指望 他在圣徒中 得的机悦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哪个眼睛需要照明 心中眼睛 哪个眼睛需要瞎 肉眼 为什么肉眼需要瞎呢 这问题就大了 这问题大了 你肉眼不瞎 你天天看到别人有罪了 你就论断 你一论断就被定罪了 你任何人论断就有罪 是不是 你肉眼必须得瞎 看不见了 那怎么瞎 等会儿告诉你们方法 耶稣瞎了 这是方法 这是别人不告诉你的 而唯独圣经里记载的 别人才没发现这个奥秘 是不是 你唯独肉眼瞎了 才看不见罪 肉眼要不瞎 你就能看见罪 你一看见罪 你就开始论断 你一论断就被定罪 再过来 再翻 这照明心中的眼睛 你心中眼随便可以开了 但是有一个眼睛必须关闭 老亚当给你留下那个肉眼 那个三个眼 分别三个眼睛明亮的那个眼睛 你必须把它关闭 你必须把它关闭 耶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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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人的眼睛是这样的 看好了 原来人在一天圆的时候 虽然也睁着眼睛 这个眼睛被怎么弄了 眼睛睁开了 这肉眼 那小孩那个三个眼是关的 他看不见罪眼 看不见善和恶 他把善和恶都当作一样的 因此他就被骗了 经常被骗 因为小孩的三个眼是关的 虽然亚当在一天圆里 他也睁着眼的 但他里面那三个眼是关的 不分别三个 吃完分别三个出国 马上就开了 耶稣基督今天是把 心灵的眼睛给开了 把肉眼给关闭 老亚当是把肉眼开了 灵眼给关闭了 灵眼关闭不认识神 三个眼睛开了 就专门分别三个 你好了他坏了 这叫善恶是不是 你做得好他做得坏 你做得不好他做 他做得好 就这么分别善恶 就能看见什么 看见罪 律法是叫人治罪的 人今天活在肉体中间 三个眼是开的 活在律法中间 活在亚当里 三个眼是开的 第一件事情 就能看见善恶 是不是 他们吃这个果子 分别善恶 说果子 就是能分辨善恶的 神不希望人分辨善恶 神希望人像小孩那样 依靠上帝 不分辨善恶 人一分辨善恶就完蛋 这个人就救救天国 耶稣说 你们若不回转小孩 断不能 小孩的眼睛是不分辨善恶 所以因此呢 他叫你回转小小孩 回转小小孩 就是你 你的眼睛是瞎了 就没有嘴巴 那哪一个东西 把眼睛捅瞎吗 不是 这是用信心 瞎的 等会儿我告诉你 这个一个方法 这一方法 就是你一下子能回转小小孩 你就能进天国 你就要指望 是不是 回头看 耶稣为什么这么说 再回到 约翰飞第九章 三十九节 你看耶稣当时 对法利赛人说话 耶稣当时就生 一好一个生来的虾 当时法利赛人 就逼供 就逼这些虾子 叫他说出来 到底谁叫你眼睛开的 耶稣当时 在会堂里 在路上遇见他了 遇见这个虾子 是不是 虾子不知道耶稣是谁 虾光知道跟犹太人辩论 但他却不知道 一好他眼睛是谁 后来耶稣遇见他了 耶稣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 主啊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 他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 主啊我信 这虾眼的终于认识了耶稣 是不是啊 主啊我信 因为看见了耶稣才能信他 你都没看见 你的心灵的眼睛 没被照明 看不见耶稣的 你光肉眼开了 你只能在生活里活着 只能在世界中间活着 你在灵界中间没办法活着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 就直接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只要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有的人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耶稣说的话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瞎了眼 第一件事什么没有呢 那么今天有罪的人多还是无罪的人多 不说外边不说社会上的人 就教会中间的 有罪的人多是无罪的人多 教会里成的有罪的人 社会上成是无罪的人 你不信你试试他 你知道社会上都是无罪的人 你问他 你有罪 谁有罪的 他说实在不承认自己有罪 到教会来的时候 你信耶稣就无罪了 谁也是无罪的 你说无罪 你说 他说实在不承认自己无罪的 你看 教会里成为有罪的 社会成为无罪的 昨天晚上弟兄问我两个问题 我给他回答了 为什么义法联最后没有 在启示录里 一共上帝受信机一共是144000人 就没有义法联这个指派 有马拉西没有义法联 那义法联哪去了呢 你上和谐阿书 你一看都知道义法联哪去了 义法联成为荒场 义法联整个被外邦 被图灭了 就像 那么 弹指派哪去了 弹指派在列王纪上里 12章里已经说到了 弹指派整个被图化了 最后变成撒玛利亚人 你上哪找 你上圣经里找 每件事情在圣经都有记忆 都没有了 那么今天 教会中间 不能够分别为圣 就跟社会上的人一样 是不是 你们不要与他们分别 你用什么分别 他是无惠的 我是圣经的 他是有罪的 我是五罪的 这才能分别 是不是 不然的话 你就没办法分别了 你是个肉眼瞎 灵眼开的人 他们是个肉眼开 灵眼瞎的人 你有没有分别 你是分别了为圣归给淫华的人 他们是不分别的人 是属世界的人 对不对 你怎么跟他分别 耶稣说 义了和不义的圆不能什么 相交 是不是 基督和比列不能相同 偶像这些店和神的店不能相合 是不是 义的和不义的不能相交 他俩交不了的 那我今天我也是罪 他也是罪 拿什么区别 那你得变成不是罪的 因为耶稣来不是结罪人 耶稣第一次来是招罪人 灭义人 第二次来是 结义人 灭罪人 你必须知道这个人 你若不知道这个人 你告诉他 我也是罪人 虽然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就把约翰遗书那句话呢 应用在我身上 我最后我可以查约翰遗书那句话 那句话是对我说的 是对没有信耶稣的人说的 你今天是罪人是义人 怎么议的 怎么议的 眼睛瞎了 就没有罪了 我怎么瞎的眼 我告诉一个方法 怎么瞎的 怎么瞎的 死了 死没死了 死了眼睛就瞎 死了哪有正眼似的 就这么死的 有吗 死了眼睛就瞎了 眼睛就没有分辨善恶了 怎么死的呢 和基督同死的 怎么和基督同死的 受洗归谱基督的 就是归谱他的死了 你已经死了 死了眼睛就瞎了 死了就脱离罪了 脱没脱离罪 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你如今在哪里了 在基督耶稣里 不在亚当 在基督里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 就不定罪了 为什么不定罪 因为不犯罪了 为什么不犯罪 因为我死了 死没死 你先死了吗 一人积极重人死 重人就都死了 你承承你死了吗 在罪上死没死了 死了 在一场活 在罪上死 在一场活 在罪上没死 在一场不能活 在撒旦的国度里死 在神的国度里出现 在律法上死 在恩典上活 在旧约里死了 在新约里活 在旧约上死了 在新约里活 死没死 圣经的话你信不信 信 圣经的话你要不信 谁的话你要不信 你就是宗教徒 你不是基督徒 或者叫糊涂徒 你叫糊涂徒多的是 一抓住一把 我小的时候 上我那个灵花 到处都是 哪都是 拿手电筒 随便照一下 地上都可以抓住 抓住那个东西特别贵重 现在一斤蛤蟆油的上班员 那个地方特别特别多 上那里我们去 招蛤蟆去了 上那个河里 拿手电筒一抓 一抓住一把 什么 没忘 那糊涂徒 上教会里一抓住一把 什么 糊涂徒 他就那么小糊涂徒 我就纳闷 他糊涂徒心 怎么进天国呢 你问他干什么去 你信耶稣干什么 进天国 他糊涂徒心 他吸了糊涂徒心 你糊涂徒心 你怎么进天国呢 那得清清楚 你们不要做糊涂人 应当明白神的旨意 他就不想明白 有的人这压根不想明白 上教会干什么 扭大洋哥 学在社会上的人 扭大洋哥 到那儿想解决精神寄托 过宗教生活 我们今天是过宗教生活 是来得生命的 生命 你得生命 耶稣来赐生命 我就得生命 你是基督徒 耶稣来赐生命 我今天到教会得生命 你是糊涂徒 对不对 对 你得看看圣经 这圣经的话就在这摆上 耶稣说怎么样才能捂罪 你们在眼睛中瞎了 就没有罪了 谁说的 这叫没有罪了 怎么没有罪的 眼睛瞎了 什么瞎的 死了 怎么死的 树起归入基督的死 一人就替重人死 重人就都死了 他替重人死 是叫凡活的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那为死而复活的主 我说 死没死 人说我半死半活的 我没死透 神说死了 你就说死了 你干什么来个半死半活 你这是信谁的 咱们说半死半活就死了 死了 都死了 怎么死的 信死 信死 受洗归入基督 借着信心跟基督同死 基督死多少年了 你如果跟基督同死 就信必跟他同活 对不对 他死了两千多年 你告诉我 我这样半死半活 你还在那诈尸 你这是什么信仰的呢 你信谁的话呢 这就是完全偏离了圣经的真理 贪死是向罪死 你必须向罪死 你只有向罪死 才能脱离罪 是的 你不死你永远没办法脱离罪 因为你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这句话是绝对的真理 接着死脱离罪 所以耶稣说 你们眼睛说 瞎了就没有碎了 瞎没瞎 我们的肉眼瞎不瞎 老雅然给我留那分别上个眼瞎不瞎 瞎了 瞎了 真瞎了假瞎了 真瞎了 你可千万别瞎瞎了 盲人骑瞎马都掉伤子去了 那是真瞎了 瞎瞎了 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 就瞎了眼瞎 一定必须得瞎 那种眼瞎 睁开了 你看谁有毛病 你就轮到谁 你就被丢进 他有罪 上帝不算为罪 但你看见他的罪 你就定他罪 就是说明你的眼睛是真的 所以上帝不住地在 在考验所有的人 看你的眼睛到底瞎不瞎 你信不信 百般的试验的 试验你们信心 看你的肉眼到底瞎不瞎 如果你肉眼瞎 你第一见 看见的是别人的毛病 挑毛病 所以耶稣最不喜欢别人 你上别人身上 上弟兄眼中 看找什么 搞次序 却没有看见自己眼中有良好 要收回你指在人的指头 从你们中间除掉重恶 好不好 指在人就是这个有毛病 那个指头 就这指头 人就往往就是眼睛开了 就用指头指着别人 是不是 指着别人看别人毛病了 你就开始干什么 论断 你论断的结果是什么 罗马书第二章一解 找到吗 罗马书第二章一解 你们这论断人的 你这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卫 你在什么世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世上定自己的罪 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 注意看 你这论断人的 下面说 无论你是谁 都无可推卫 神要攻击谁 是攻击被论断的 是攻击论断的 论断的 论断的 你这论断 看好了啊 等一会儿我再查耶稣亲口 在伺福音说的话 你这是论断人的 神要攻击 假如一个人不好 你去看见他都不好 证明你的眼睛是开的 因为耶稣说你的眼睛瞎了就没有罪了 你眼睛瞎了就没有罪了 不是你去看见别人有罪 上帝今天不是叫你眼睛睁开 看见别人有罪 听明白吗 而是要讨厌一下 看你的眼睛 接着别人的过犯 看你的眼睛是真的还是关着的 你听明白吗 看你论不明白 上帝他手扬这么高 就看着 故意兴起一个人有过犯 就叫你看着这个人的过犯 手扬这么高 就准备往下拍了 你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神为什么叫你看着别人的过犯 你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你看见 神故意叫你看见 看见的目的就是考验一下 今天你的肉眼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今天你看见弟兄有毛病了 是论断他还是为他祈求 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是包容 是爱他 当然他在真道上 如果是偏离了真道 你不要包容他 他偏离圣经你还包容他吗 他已经传的不是耶稣了 你还包容他吗 这样的人你问他 安在他恶行上有份的 他只要不是偏离圣经的 他只要今天 他是守圣经真道的 他肉体上有毛病给你看见 需要包容 有两句话 有两句话 旧约是什么 遮掩自己罪过并不很多 常人不用离弃的闭门连续 新约是爱能遮掩许多的 在律法下不能遮掩 在恩典下需要遮掩 这是两种人 一个说不可遮掩 因为遮掩自己罪过并不衡 在那真言处理出去 是不是 一个说必须遮掩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对不对 因为在新约里提到遮掩 在纠约里提到不能遮掩 因为纠约是律法 在律法下的人你不需要遮掩 所以大卫求律法 在119万求律法 所以大卫要犯了废 就直接给他大解了 就所有人看见 并且记载在圣经 这所有人看 他在律法下求律法 他以前没有律法 他大有能力的 大卫杀死万万 少了杀死多少 大卫能打死个利亚 一个熊木童就能打死个利亚 但越来越没有能力了 越来越开始求上律法了 越来越开始要回调 要见名 要律力 要典章了 最后刀剑 实在不离开大卫的家 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你一手律法刀剑 实在不离开你的家 咒读就领到了 凡义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读的 所以有许多人 你注意了 你说祷告暂点看时间 要讲究智慧看真言 不要那毛略的灵 能力的灵 聪明的灵 敬畏的灵 还有智慧的灵 不要灵的灵了 要看诗篇 新约人照诗篇祷告 不照神灵 不在圣灵里头 对是错 那智慧的灵 你不是看真言 真言只是对旧人起作 新约人 我们看他们失败在哪里 所罗门有没有智慧 他们写了真言 写了传道书 有没有智慧 写了雅各书 有智慧 但有智慧 就这么样有智慧的人 最后呢 拜上别国的神了 对不对 所罗门建宫殿 有没有智慧 有智慧 最后拜上别神了 这就告诉你 地上的智慧 就是这样 你地上再有智慧 最后也有变灵 可以拜上别国的神 所罗门为什么分南北国了 南国犹大 北国以色列 就是因为他太有智慧了 最后拜上别神 地上的智慧 只能叫他拜别神 天上的智慧 那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呢 有耶稀德本必发一条 从他根上的知识 必结果出 果实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聪明的灵 毛利的灵 能力的灵 敬畏耶和华的灵 你要想敬畏耶和华 没有这个灵 你就敬畏不了 靠肉体敬畏不了 靠那个灵 圣灵来了 就能使你有聪明 有谋略 有能力 有敬畏耶和华 这样的心 对不对 对 你靠自己肉体 没法敬畏神 你天天靠肉体去敬拜 你敬拜的不过是肉体上的东西 那不是真敬畏神 真敬畏神呢 是用灵 不是用肉 神是灵 靠拜神呢 要用心灵 和诚实 对不对 对 你看看 圣经就在摆了你 是不是 你这是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的 都无可推卸 推卸责任 你无可推卸 是不是 你无可推卸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见一个人在那偷了 或者你看见一个人在那骂他 打孩子 你又开始正常去 这还基督徒呢 基督徒还打孩子呢 好像基督徒 就不能管掉孩子了 基督徒还打孩子 这还像今天国吗 还打孩子呢 你又开始论 好 上帝说 看好了 上帝现在在天上看着你了 不是看着他 是看着你的 行了 把打孩子这件事算在你身上 算在你罪论断人的身上 这就是 你在打孩子这件事上论断人 就把打孩子这件事上论断你的罪 就算在你身上 你看上帝公不公平 为什么上帝不定了个打孩子 而定你呢 猜一猜 猜一猜 猜一猜这件事啊 就着我现在查的课题 猜一猜呢 为什么上帝会把打孩子这件事 算在你身上 你在什么事实上论断人 就在这件事上论自己的罪 就在打孩子这件事上论自己的罪 你对别人追 天父就对你的罪 为什么 神不公平 神要找到这个原因 算他没有罪 神是在行为以外 算他没有意义 对不对 我们看 罗马书第1 5章16节 问题都在圣经里 我们上圣经一早就能看到 为什么会这么说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这件事上论自己的罪 你说别人奸淫 你没奸淫 你想不想过 你想 你想了跟做了一位秧 一位秧 说 丁余子们说 真心 范奸淫的 看好了 我在黑板上写出来 范奸淫的 和想赢念的 这个没范 这个意念中间出来 这叫什么呢 一念 他俩相等 看好了 这是范的 这是真做的 这是没错 一念想到 他俩等不等好 他俩58等于多少 58等于多少 58等于多少 你们说 58是多少 5840是不是 58跟40哪个大 哪个大 这不是我说的话 你们别赖我 等我我查 这是耶稣说的话 58等于多少 15分 为什么 他犯奸淫的 你去定他罪的时候 你去论断他 上帝把他犯奸淫的这件事 算在你头上 算你犯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人打孩子 这个人没罪 打孩子的人没罪 你去论断打孩子 有罪 什么原因 这就是圣经说的话 这是活不倒的理 这叫所有人的肉眼都瞎 神逼着你瞎眼 你不瞎眼 你天天你眼在地上看着 你不会包容别人的 看着一个你就论断 你不是包容 我问弟兄姊妹 挪亚吃神肉体 喝完酒了吃神肉体 你躺在那帐篷里头了 并没有被上帝定罪 没有 还看见了 出去去宣扬 就 定不定罪 定罪 咒不咒诅 咒诅 咒诅是 咒诅能看见的 是咒诅那个吃神肉体的 看见的 从古到今 都是这样 神咒诅那个 因为挪亚是义人 对不对 挪亚是不是传义道的 是不是信上帝的 是不是神兴起的 是不是神兴起的 但挪亚吃神肉体被谁看见了 寒看的 摩西娶骨是女子 摩西被人被定罪 没有 没有 谁被定罪的 没有 你呢 为什么 没有人看见的 上帝要 因为这说到 你眼睛如果瞎子就没有罪 你看见就有罪 你看见别人有罪 你就有罪了 在旧约里 这叫什么 沾然死尸 他没有罪 他为什么没有罪 那当事者没有罪 你有罪了 咱们官网定罪是怎么定罪的 谁算了 就谁有罪 但圣经是说 算了没有罪 看见那个有罪 所以才是有罪千计 那罪千计就是看见别人 对不对 你就有罪了 跟他那意念不相反的 我昨天我讲了 反 不追求意的反得了意 追求意的反得了意 那么你现在看见别人意 你是不是追求意的 是追求意的 在哪里追求 在律法里追求 在眼界里追求 是不是 凭检见底有罪 看见这人犯这人 所以他就是罪人 我就开始论断他 那图摩星被碰头巴掌一眼 来论断这个人 当你论断完了 你想想上帝有话呢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对不对 你无论你是谁 你不管你是谁 你也无可推语 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你能理解了吗 人就自己的思维能理解了 难怪有人说王亚浩讲道偏了 因为跟人间的理不一样了 因为他讲神的理 他不讲人间的理 所以他偏了 怎么偏了 因为讲神的理 讲圣经 不讲人的理 不讲人间的论理 讲神的真理 所以不偏了怎么样 跟我的脑袋讲的不一样了 跟我的思维原来的逻辑不一样了 是不是啊 所以因此他说王亚浩讲道偏了 为什么偏了 因为照圣经讲的 这就偏了 不照圣经讲那就不偏了 所以许多人在攻击我 攻击我 不是因为我讲错了 是因为我讲的 跟他们的意念相反 反不反 反了 怎么反的 我下看 五章十六节 你依然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这说过犯大 最大是恩赐大 恩赐大 也不如恩赐 什么叫不如 比不上 对不对 过犯比不上恩赐 是吧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将来审判是由谁 一人是由多人 一人是多人定罪 一人定罪 就由亚浩这一个人定罪 我住在这一个人里就被定罪了 我住在这里就执罪 执罪因此被定罪 好再往前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 而什么 有许多过犯 成义 来 有许多过犯而成义 恩赐是什么 谁在问你恩赐是什么 你能不能打得来 什么意思 恩赐乃是由于许多过犯而成义的 什么叫恩赐 有许多过犯 有许多过犯而成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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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没有过犯 不用成义了 你要没有过犯 你就是义者 还有成义吗 正因为你有许多过犯也成义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为什么有许多过犯不定罪 反而成义了 这是有人毁谤吧 说他们做恶以成善了 还有过犯还能成善了 你看还成义了呢 做恶 这是毁谤我们人说的 是不是 罗马首帝的三章里前面 是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是做恶以成善了 明明是有许多过犯还能成义 使家强盗明明杀完了还能进天国 做了杀人当强盗还能进天国 我们这群的犹太人守地法守这么严格 还进不去天国 这不做恶以成善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先看哦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处于自己 把自己先保定了 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处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处于行为 是不是 免得有人自夸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处于自己 所以他不在行为中间 看你这个人是否是罪人还是义人 你只要在亚当里 不用犯罪 你就是罪人 你只要在基督耶稣里 有许多过犯也成义了 因为神成义不成义 跟你的过犯没关系 说明说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把你自己所行的义 先抛在一边 这跟你所行的义 没关系 乃是神所赐的 是不是 乃是照着重生去写圣灵的更新 跟你自己所行的义 没关系 进天国你要自己行义 变成自己的义 自己的义 就不是神的义 你就没有资格进天国 进天国 是我因信耶稣基督 白白成义 所以你有许多过犯也都能定罪 上帝不是按这个定罪 是按约 我昨天讲了 按约 定罪 是不是 在按约 成义 看好了吗 按约定罪 按约成义 按约成义 旧约一个亚当犯的罪 全人类都跟着 不用犯罪也定罪了 是不是 行约耶稣的思架 你一次一行 你住进基督耶稣里面 你不用行义也成义 进方舟也不用行义 只要进方舟不被定罪 不被淹死 只要不进方舟 洪水把你灌满肚子里 把你肚子灌这么大 你信不信 洪水不管你做善事 坏事 只要你在房舟外 就给你灌满肚子 对不对 那个寻所静命的 只要你不淘到淘城的 寻所静命 拿着拿斧子一下把你砍死 听不清明白 你上外摆 你这边 劈起来 这是无翼中间劈起来 啪啪的劈起来 这叫无翼中间 斧头往上一扬 啪的斧头 从后边就甩出去了 一压把后边一个人脑袋批两半 你用的斧头劈掉 是不是 你是无翼中间劈的 把人的脑袋劈 劈开半了 是不是 最后他家里人知道是你劈的 在干什么 也照样买一个跟你同样的斧头 羊群斧头碾着你 你往哪跑 他往哪捡 但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跑 以色列就设立了什么呢 逃城 逃城 逃城了 你只要进到逃城里头了 徐所幸运的 都终止了 不到逃城里去追赶你了 听明白 逃城就是基督 今天你是无翼中间 接着亚当的光 成为罪人了 是不是 是的 那么今天呢 上帝要叫你无翼中间 接着耶稣基督成为义人 行不行 你成为义人是接着耶稣 你成为罪人是接着亚当 所以上帝按约定罪 你亚当给约了 你今天你肉腿过饭 不是都约的问题 在约以外的不算罪 在约以内的就算罪 我再说一遍啊 看谁能记住啊 在约以外的不算罪 在约以外的一切动物 一切行为都不算罪 在约以内的行为就算罪 亚当没犯什么大罪 有人看不会吃个果子嘛 有人看算不算罪 但他触犯了什么了 约了 你听明白吗 为什么他犯的罪是属于至于死的罪 你吃了那人病天死 因为这事件叫约的问题啊 新约旧约 这整本圣经就两个约 知不知道 前面 在昌世纪前面有一张纸 上面写的是什么 俩字 旧约 在马太福音前面又有一页 写的是两个字 其实就两个约 一个旧约一个新约 一个律法之约 一个恩典之约 你只要触犯了碰到他了 就是死罪 只要你不碰到他了 那就不是死罪 你碰到他了 一个最简单的一件事都能叫人死 当你不碰到这个约了 你可能用许多的过犯 也被诚意了 因为这许多的过犯 他跟这个约都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就是 亚伯拉罕说自己的妻子 是自己的妹子 两次 亚伯拉罕取得下家 一次 神从来的责备的话都没有 而且帮他 亚伯拉罕敢了一半 是不是 没责备 一句都没责备 他 为什么 富士人都约约有问题 神按约定罪 按约成义 我再说一遍 神按约定罪 按约成义 能不能记住 神为什么跟你 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 他叫所有的人都守约 把约守住了 那这边 替过你肉体有软弱的时候 也不是一定罪了 对不对 神按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这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 不是灭亡了 有许多话也不是灭亡了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零后 第五章 第十九节 只要不碰约 许多过犯 诸多的过犯 也成义 只要碰着约了 一个过犯 也要命 只要不碰约 一万个过犯 也不被定罪 只要碰着约了 一个过犯 就叫你死 就能送你下地狱 第十九节找到吗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哪里 基督里和好 你和好是在路底里 我做点好事叫与神和好 讨生喜欢吗 我要想做点好事 讨生喜欢 我要告诉你这个人 你就到耶稣来 你都进不去天空了 你信吗 你看 神圣的一个居所 就是基督里 这是神人和好的一个居所 你就得到这里来 才不定罪 你就得到这里来 神才跟你和好 就讲条件 神里面交交 就在基督里 谁能进来 就在方舟里 谁能进来 进方舟 不被厌死 不进方舟厌死 这不是神圣做什么 不做什么的问题啊 这神圣进不进方舟的问题啊 是不是啊 你看好了 你不进方舟 你在代表什么呢 你拒绝上帝的拯救 是不是啊 你不进基督的代表什么 你拒绝耶稣基督的救赎 你拒绝救赎 表明你不信救恩 你不接受救恩 你不死路一条吗 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 逃罪 我哪逃罪啊你啊 你不进避难所里走 你干什么 你不进逃城里 你干什么呢 那逃城是为你设立的 但你不进逃城 你什么意思呢 你自己想出一条救法 这救法是神给你想出的 跟你的意念 跟你的逻辑 跟你的理性都不一致 所以因此你拒绝上帝的 要自己自救法 你救你自己吗 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教世人与自己和好啊 和好是什么 什么叫和好 成为一了就和好 神人成一了 接着耶稣神人成一 对不对 我们被见到在基督的圣体上了 和好啊 再也不发怒了 这就和好 你愿意上帝向你发怒呢 你还是愿意上帝笑点向着你呢 你愿意怎样 你告诉我你愿意怎样 你是愿意耶和华笑点拧着你 还是愿意耶和华 大把烈动 要哪个 要和好 还是要愿意 这个地方很关键 所以这种神 在基督里 教世人与自己和好啊 条件必须在基督里 不在肉体里 不在行为里 不在眼界里 必须在基督耶稣里 教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法 归到他们的神 你看看 为什么有许多过法能成义 因为你有过法 不将他们 你只要在基督里 神跟你说好 你只要在这里 只要在基督耶稣里 我就不将你的过法 归到你们身上去了 说没说啊 在基督里和和好 你有过法不算过法 你有罪不算罪 你有罪那是人自己眼里看着的罪 在上帝眼里看着不叫罪 在人眼里看大爷起自己的亲子女 那就是罪 在神眼看着不叫罪 许多过法也叫什么 也成义了 你能理解吗 旧业大爷起亲子女的有没有 亲大爷起亲子女的有没有 为什么不算罪 亲的 亚伯兰起去亲妹子 对不对 依撒去亲子女 行不行啊 可以不可以 算不算可以 创世纪 往下看 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塔拉生亚伯兰 拿赫哈兰 哈兰生罗德 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 在他父亲塔拉之先 亚伯兰汗拿赫各娶的妻 亚伯兰汗的妻子 名叫萨莱 拿赫的妻子 名叫密加 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看看是谁 看我现在看第27集 哈兰生的是谁啊 亚伯兰拿赫哈兰 哈兰死了生不啥 哈兰的女儿被谁娶去了 被拿赫娶去了 拿赫是他亲二大爷 算不算罪 算不算罪 为什么 为什么 这得找着圣经依据 上新约得找圣经依据 新约是解释圣经 解释旧约的 旧约是新约的影子 新约是旧约的尸体 那你要想解释圣经 不能拿旧约解释新约 得拿新约解释旧约 对不对 新约是显明了的 永无隐藏 不言的奥秘是旧约 但在新约里显明了 必须拿新约去解释旧约 不能拿旧约去解释新约 为什么不被定罪了 为什么亲二大爷娶自己的亲子女儿 不算罪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三节 罗马书第五章十三节 为什么不算罪 没有律法 没有律法 找的吗 圣经这样的例子 我能找到一大堆 他不能算罪 罗马书第五章十三节找的 没有律法 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 没有律法 那些罪 他就不叫罪了 他就不算罪了 对不对 没有律法 他就不叫罪 有律法他就叫罪 因为罪的权势是什么 律法 罪的工价是死 罪的权势不是死 记住们 因为什么 拿鹤娶了他自己的亲子命家 是不是 为什么 现在问你为什么 那么打上来 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 罪 再看一段经文 第四章 第十五节 叫不叫乱伦 今天叫乱伦 那个时候不叫乱伦 那时候叫什么 他有过分也叫义 他不叫乱伦 对不对 听不听明白 第四章十五节找的吗 因为律法是惹都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 有 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分 我们今天有没有律法 没有 有没有过分 没有 就是有过分他也不叫过分 有三连法坦述叫罪 没有三连法坦述他不叫罪 对不对 你家里不设理规条 不设理孩子 孩子动哪个东西都不算推 当你要设理规条孩子动就算推 听不懂 没有律法就没有过分 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分 听一听明白 没有律法罪他就不是罪 他是什么 有许多过分也什么 就这个地方你要能明白 以下的我不用再讲 是不是 我不用再说了 这地方是最关键的 你 耶稣为什么办法从律法院说出来 就叫你的眼就下 你肉眼下 反正从律法院说 没有律法了你肉眼自然就下 罪就死了 罪就失去他的功效了 是不是 罪就失去他杀人的功效了 没有律法了罪就死了 我就活了 那你是要罪死你活 还是要罪活你死 为什么全天下的教会 你只要说告我罪 我们今天是没罪 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了 没有罪了 为什么全天下教会都起来 一口 像一锅风的枪 捅了马风 一模一样的 活下都来折你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讲的全不是圣经的话 我讲全圣经的话 他说完号偏了我没偏 英国不讲圣经 所以我没偏 完号讲圣经 所以完号偏了 你看这黑白颠倒了 是不是 黑白颠倒了 把末道之黑白颠倒了 是不是 我原本是受取的 受圆的 我是为主的真道受圆的 我讲的是圣经的话 就这么说的 没有律法那 罪他就不算罪 没有圣经法 砍受那些事 就不算罪 对不对 没有婚姻法 没有道德法 没有这个法 没有那法 大爷娶的亲子女儿 就不算罪 你圣经的 不用圣经的 你上外面看看小鸟 大的窝 你进去看看 等他喂宰的时候 你看看他怎么喂 他就一窝四个厨 是不是 就四个厨 这四个厨呢 他就养大了 养大了就 这一窝里头 搭配夫妻 你信不信 不信 你就去看一看 不管野鸡仔子 不管那燕仔子 你看看他们 是一窝搭配的 圣经有没有说 所有天下的小鸟都犯了罪 因为他们一窝取一窝 有没有正话 没有 确实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不是他们一家娶一家都犯了罪 如果一家娶一家的话 有人问 该人娶的是谁 我说该人娶她妹子 如果是这样 那燕仔子就有罪了 因为 该人娶她妹妹是燕仔子 塞特尔娶她的妹子 是燕仔子 对不对 包括亚当娶的都是他亲族 都是他从他肋骨里出来 这更近了 身上就娶出来的肋骨 筋不筋 我股中骨 我肉肿中 筋不筋 筋 这叫静静结婚 是不是 那时候静静结婚没有毛病 现在一说静静结婚 哎呀生出畸形的 生出傻子 生出一样的 生出一个老年痴呆的 那时候总不生的 那时候人活的寿命长的 马朵撒拉能活 那都已经咒读过的人了 还能活九百六十九岁呢 马朵撒拉活那么长时间呢 你不是说那个静静结婚就生畸形吗 我看来都不畸形 是不是 我们这叉人都是那叉人留下来 我们都是静静结婚留下来好 怎么样 我说错了吗 我顺便说 你是不是静静结婚留下来好 是 啊 咱们的祖太奶的 咱们的祖太爷都是 就是大爷 他们都是大爷和侄女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啊 是 生下你了 那你是不是激情 不是 啊 他是猿猴 啊 那是人 离开上帝尾了 约来才受咒语 那个畸形是咒语的 并不是人静静结婚导致的 人找不着原因了 也没上圣经找原因 人为什么会有迹象 就去找静静结婚 在我们那个地方 一个亲俗姐妹结婚了 没生激情 生来还特聪明 怎么的 你不信吗 那种人编造出来的 什么激情结婚就激情 那么小鸟儿都激情结婚 他就不激情了 因为小燕子生出的时候 激情结婚 多铲头蛋 蛋在浮出 斩出 没有翅膀 这个翅膀没有了 放一个翅膀飞 有吗 你可以看他小燕子 有吗 人怎么这么傻的呢 骗他什么 人缘好计划来的 人缘好计划来的 那不管好家爷爷呢 傻不傻呀 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人生激情结婚 他就成七星了 他进行结婚就成七星了 那是今天的咱们这个婚姻法 人类的婚姻法 就不让你进行结婚 他就以为人进行结婚 就一点点留下这个习惯了 就不能进行结婚 你看那进行有律法的 你心里就有一种障碍 你跟进行结婚的 你总有一种障碍 人家那时候呢 没有障碍 一点障碍都没有 因为没有律法 他就不知何谓罪 他不是罪了 做的这件事也不是罪 所以有许多过分 也怎么样 而成义了 为什么有许多过分成义了 因为这过分不设得到约 亚当的过分设得到约 所以亚当的这一条过分设得到约了 就定罪 这许多过分不设得到约 而成义了 不定罪 听没听明白 明白 奥密就在这了 对不对 你得查圣经才能看到奥密 为什么有许多人看这 看这 看这 看那 说 脑袋看这么大 神的这么些 别动于书 他对圣经侮辱 能解释掉 用数量的话解释数量的事 不能用数地的话解释数量的事 对不对 你得看圣经 你自己对圣经得熟悉 有的人圣经懒惰 不看圣经 你不看圣经是欺骗你自己 别人说 兔子就是狗 就是那猫 是 兔子就是猫 兔子尾巴短 猫尾巴长 单独长毛 只要长毛 兔子就是猫 你得有分辨的 你得有分辨的 谢谢耶稣 你都没有分辨 你是说 这个是 你说是 不是 你说不是 更好 我得查查圣经 看是不是 因为圣经是唯一衡量真美的标准 对不对 你没有圣经 你说偏了 你说别人偏了 不是偏了 是老几样说别人偏了 谢谢咱们四位的阿爸父神 你一堂闭目 亲爱的圣天父 感谢你 感谢你引导我们查靠你的话 你的话与发出亮光 使我们通达 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良 你的话就是从天上浇灌下来的活水 你浇灌了你这一小群 使我们这一小群都能在基督耶稣里面遇见你 因为你所立的约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在基督外没有永生 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有永生 在肉体里 在亚当里 不能成一 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有一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付出了血的代价 救出了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 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指使你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是活在恩典中间 我们离开你的恩典就没办法活着 因为今天离开你的恩典就藏在你的振动之下 因为神的振动藏在他身上 今天就求你保守弟兄姊妹藏在基督的爱中 使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建造 不在律法里建造 在律法里是惹动上帝愤怒的 唯独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讨神的喜悦 求你来帮助教会 使你的教本都在真道上同归 于一 都回归圣经真理 唯独你的道是永存的 唯独你的道是我们身份的粮 求你亲自将你的道解开发出亮光 照亮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 求你使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 使我们都领受真道 使我们都回归圣经 使我们不照着自己的意思 不给自己误出一条路 因为圣经都是你所默示 教训与读者教导人行律 都是与我们有益的 求你来帮助我们回归圣经 因为今天有许多先入为主的东西 在弟兄姊妹的心中 使我们今天不能够正常的 来敬拜和侍奉你 就求你把这些祖宗的遗传都拿出去 使我们今天真正活在基督的爱中 用新的新样式来敬拜赞美你 不按照一文的旧样式 因为那些旧样式已经过去了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每一天都是新的 因为在亚当里每一天都是旧的 因为在旧约里就全是旧的 在新约里就全是新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以后都变成新的了 求你来帮助你自己的众教会 引导你自己的众儿女 带领你自己的众教会 能冲出一切摸尾所设立的网络和陷阱 使弟兄姊妹都能冲破一切的拦阻 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 进到主耶稣基督里面 在他里面圣根建造 请我的祷告 愿感恩 颂赞 荣耀 权柄和能力 都归给我在天上安法复权 谢谢大家